请介绍什么食物,我们先过大海,去澳门 澳门消费虽然是高的,但其实食物来说 我觉得挺物有所值的,尤其是吃便宜的食物 我觉得不应该去排队吃牛杂,因为相对之下贵 五十多、六十、七十元,排了大队,排了半个小时,吃一堆牛杂 所谓何事呢?反而如果去澳门,我去吃一些精致的食物 其实价钱方面,比香港性价比高 前一段时间,因为我去澳门,帮ViuTV拍了《掌知识2》的节目 顺便试了不同的菜式 其中一间,我试了我印象挺好的店 就是威尼斯人酒店里面的中菜,叫做《最江南》 我们看看第四个范图,麻烦你 这间菜馆一直都没什么机会拿出来说 迟迟不说,搞到现在才说 实在抱歉 其实主要原因是,我记得我吃的时候很赶时间 因为当时不够时间过去,但是约了 接着威尼斯人迷路,找不到中菜厅 大家都知道威尼斯人面积很大 一走错路,基本上走到猛,都走不到过去 而且指示都不算很清晰 唯有不断走一路,就问当场那些护卫员 酒店的服务员,甚至店铺里面的人 问一下最江南在哪 问来问去,最后迟了过去,我迟了了半个小时 吃那一餐饭,其实菜式很好吃 但我不是完全记得所有菜式的事情 因为当时我可能赶时间,迟了,已经有点不好意思 再加上吃完之后,要赶回去酒店,要进行拍摄 所以心理状态是非常之差的 以至吃的时候,不太记得一些东西的味道 只不过隔了很久,看菜式和食材 就觉得这一餐饭是挺特别的,挺精致的 甚至当场因为太过没有足够时间 和没什么时间思考 所以看到总厨都忘了跟他拍照 也没有机会再聊天 因为吃完饭就趕快走去,再继续拍摄 所以就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经历 这次看的菜式,其实我不是完全记得 但我又觉得值得给大家看看 因为这些菜式是挺特别的 以一个越赛的角度来看 这家叫最江南的店铺 其实江南也表达了很多东西 都是南边的菜式 菜式里面有些是上海菜的 但同时也有一些粤菜的东西 也有很多不同的元素放进去 都有西式的菜式放进去 再看看一张照片,就是他的室内环境 其实大厅的位置都挺漂亮的 他做了很多灯泡 看上去好像半天星光 感觉不错的 加上可能澳门又有太多餐厅的选择 所以那天吃午餐,其实不是很多人吃 环境就显得很悠静,很清静 用餐的感觉是更加好的 不是说他悠静,没有生意就好 我意思 而是说刚好那天,没有少人 所以作为一个自私的顾客 我觉得已经清静,不要这么吵 是挺好的 好了,接着我想讲讲厨师 虽然没有他的照片 他的名字叫Germy Lian 叫梁子庚 有些朋友可能已经听过他的名字了 梁子庚是香港出生的 但是新加坡籍的厨师 话说他在香港出生 然后年轻的时候 家人移民去新加坡 带他去 在新加坡可能他又有很多机会 令到他二十多岁 已经做了五星级酒店的中赛部厨师 好像24岁已经做了这个厨师 所以其实也算是很有天才 到26岁 直接去了新加坡的四季酒店 已经是中赛行政总厨 26岁这么年轻 这么幼此年龄 能够做到这个行政总厨 都不简单 我记得后来他应该回大陆工作 去了上海工作 过往那十多二十年 都参加了很多厨艺比赛 或者电视的厨艺节目的演出 所以他在国内其实有名望 但他那份人挺好谈的 挺谦厚的 我不太记得我什么时候认识他 我记得我应该在上海或者北京 我想应该在上海 去过他的餐厅吃饭 我忘了在哪里吃 总之那时候 他后来就在Facebook互加了 互加了十多年 其实都不是很多互动 但是大家看到对方的活动 时至今天 其实他在百度 都有自己的标准 都有介绍他的事业 社会活动 出版和他的评价 海雪是一个名厨 他在罪江南就把关 主理了一切 那天见到他也很难得 因为我以为他一直都在大陆 但是公关方面 就说不是 他偶然都回到澳门 甚至又回到新加坡 有时又突然去香港 所以就非常之沃远 周围走 我们先看下张照 首先 头盘是一个补箱 这是环境照 再看下一张照 就是他的头盘 是一个补盒 就是最江南 一打开补盒 有什么呢 看下一张照 有五样食 其实五样食 你看到都搞不清楚是什么食 因为都有一些複杂的 我觉得他都运用了法式料理 和日本的华式料理的做法 变得每样东西都很精工细缀 我们逐一样食 看一看 看下一张照 这个就是火腿清蒸太湖鰻鱼卷 你会看到好像做了一个 关西的寿司 圆形的那些商压寿司 但是它是一个鰻鱼卷 上面再加了火腿 味道很君致好吃 再下一张照 就是法国白虫露罗汉土 罗汉这个名字 应该是全素食 上面加了一块白虫露 因为是较早之前吃的 所以白虫露当时还是当做的 在秋天期间 所以就很配合 再看下一张照 就是象形追律法国鵝肝 追律就是四川的律子 这个看上去就像律子 其实是鵝肝像 也做得非常不错 这个就真的很中西合璧 再看下一张照 这张照 看上去都不太明白是什么 其实是泰湖大乘蟹蟲 蟹腿 就把蟹脚做了蟹腿冻 然后再加上不同的材料去处理 配合 这个样子的卖相真的很特别 看上去真的不知道是什么 再看下一张照 就是冰镇会风水果清芹 这个就是一个好像新加坡 马来西亚那些杯盏的做法 凉野菜 中间就是水果和清芹切碎 那杯盏因为都是那些啫喱做的 所以整个开口吃了 那这五样菜式 这五个小甜品 小头盘 各具味道的 和口味上都是层次很足够的 那五样东西你都会觉得有鲜明的形象 那味道上是当日都很难看的 接着下一张照片就是汤水 当日我喝的汤水是特别为我而切的 因为当日那个汤水我不能喝的 所以我喝了我的清鸡汤 那么鸡汤我就很好喝 而当日他们其他本身正统出的汤水 就是泰湖饼鱼铃鱒裙边花椒千张包 那就是水鱼 其实它做得很漂亮 它是将一些一层层很漂亮的腐竹 包住水鱼来做一部分 拿来个铃鱼 这个做法其实我在香港真的没有见过 它做得非常巧手和精细 它的汤水也很漂亮 据我身边的人去喝 但因为我本身不能喝水雨 所以没有喝到的 没办法介绍到 下一张照片 这个菜式也很特别 釀香橙 其实我在香港也见过 是一个古法菜式 但Jeremy这个做法 我又没有见过 我再看下一张照片 打开了是什么 打开了 下一张照片 是什么来的 见不见到 你会见到很多油 原来就是黄油蟹拆的蟹粉 蟹膏 放了下去 然后让了橙里面 再移一移 下一张照片就会见到 不起上来的样子 是的 那那个蟹粉 麻烦下一张照片 见不见到 对了 扒起上来 就充满了蟹油蟹膏 那种煮油蟹类的东西 那样 那味道呢 它和橙的味道 是非常之夹的 说真的 而且我觉得它挑的橙 挑的很有心思 因为橙挑的很漂亮 而且它挑完之后 就是它和蟹粉蟹膏 和橙煮在一起 又不会有苦力的味道 我想因为橙 本身白色的位置 都去得比较尽 那样 那味道是非常之夹的 那这种做蟹粉蟹膏的味道 的做法呢 我在香港都没有见过 那可想而知 Jeremy 这位新加坡籍的厨师 其实他都吸收了很多不同的文化的精华 还有很多创意方面 香港厨师可能未能触及到的 那它真的有很多原创性 很多原创性在那 那样 所以这个 这个黄油蟹样橙 我也觉得它已经是很高分 接着下一张照片 是的 这个彩色比较特别 叫做梅童鱼锅贴 再配这个粥烟花竹虾 竹虾就是右边那边 而左边就是叫做鱼锅贴 所谓鱼锅贴 其实就是它用了一块鱼 然后用不同的蔬菜 就放上去 变成了鱼鳞的feel 那麦相上 你看到它整体上都是漂亮的 好像是一个池塘里面 有植物和荷叶 有意境的 味道上都很好的 虽然只有两块仔的东西 但味道方面是做得刚刚好的 即是鱼有很新鲜的味道 竹虾也是非常之漂亮 再看下一张照片 就是一个叫做 胡周红烧羊肉面 吃到这里 其实我开始 因为准备趕时间要走 所以人不是很清醒 我记得面是吃得非常之舒服的 虽然是一个红烧羊肉 但就不是很酥味的 可能都是选嫩的羊肉 所以味道刚刚好 但我觉得最重要是面 应该是由上海拿过来的 看看下一张照片 面是非常之幼嫩 很香滑 不是很烟硬很爽的 但是是以香滑 而且一入口就冲一声 冲到为主 而且是非常之幼的 所以这个面 虽然大家吃到这个位置 也有点饱 但是大家冲冲冲的 吃光整个面 真的挺好吃的 接着下一张照片 就是它的甜品 甜品就是非常之简单 就是肉露香蜜汁燕窝 配这个山核桃 很明显 右手边就是那个 肉露香蜜汁燕窝 它用香蜜和燕窝煮在一起 非常之滋润 香港有没有地方 用香蜜和燕窝煮在一起 好像也不太感觉 所以吃出来也很有新意 其实香蜜和燕窝 这些东西都是耳熟能长的东西 不是很有新意 但是放在一起 撞出来的荷花是有的 吃出来也非常舒服的 我也要炸一炸 那个山核桃糖 是非常之好吃的 那块糖 看上去很简单 但是那个山核桃 它真的选得很漂亮 将它做成糖漬之后 糖也用得很好 所以看上去好像一块花生糖 就像这样的东西 但其实你吃到的味道 就知道它损料和做工做得非常之好 那整体上 我觉得这一餐是很特别的 因为有很多菜式 都是平时在香港没有机会试过 所以如果大家说 我想去澳门试一些特别的中菜 我觉得翠江南也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也都在这里觉得 必须赞一赞师傅 Jeremy Leung 梁子庚师傅 果然十几年前试过去菜式 都难忘的 这次我觉得更加是 看到它进步了很多很多 不怪在国内 现在也享有成名 那将来这间餐厅 会否再拿米芝连星 主义处理呢 暂时不知道 但是水准方面都值得认可 这一百更多精彩节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温声音下载服务 年费一千元 请职订购支持